中秋連假迎接尾聲 民眾把握時機外出遊玩 30號國道路況大致良好 只有少數路段出現車多庸塞的情形 稍早在北部地區及南部地區的路況 都屬大致正常 而在中部地區的台中及原林路段 稍有車多庸塞的情形 國五的部分則是在北向 投城至平林路段 有車多庸塞的情形 然而連假最後一天 國道也將湧入車潮 預期會出現車多庸塞的情形 像是國一國三下午兩點開始 會出現車多的情形 還有假日必塞的國五 也都會有庸塞的狀況 中部國一國三 也將從下午兩點開始 部分路段也是車多現象 而南部的國時人五到左營 下午兩點開始 也是可能出現塞車 如果是要走西部國道 從南部出發的民眾 可以在九點前出發 中部的民眾則是在中午前出發 而如果是走國五要北返的民眾 則建議是明天早上九點前出發 另外在國五蘇澳羅東宜蘭投城 會實施高層載管制 而國一的虎尾浦研系統 國三的西兵也將實施扎到封閉 請用路緣多加留意 也是新聞卡通馬亞 學家用台北市裁縫報導 請收到 谢谢观看